華航轉投資的四家子公司 他們分別是桃園行情 華善空廚 還有華廚跟華社的員工 因為不滿年總獎金 遠遠低於母公司 華航員工的四點七個月 外加九萬元 所以今天聯合公會宣布 從二十六號開始 要無限期的代工 他們不再願意配合來加班 因為這樣的做法 可能會造成人力短缺 可能將來華航的班機 無法準時的起降 桃園員工忙進忙出 讓旅客能夠準時搭機 不過因為年終獎金要發多少 桃園四家子公司 要和母公司華航攤牌 宣布從二十六號起 無限期代工 那如果說到明天中午之前 他們人家沒有一個 善意的回應給我們的話 那我們就可能就採取 比較無限度的一個準時下班 一旦代工準時下班 不再加班人力短缺之下 華航的客機和貨機 將受到波及 旅客權益變成談判籌碼 這個景氣剛剛要付出 所以大家互相體驗一下 所以他們現在這樣子來講 比上不足比下有 代工爭議點在於 子公司認為金融風暴時 供體時間減薪 如今華航創下十年來的豐收 子公司不能有福同享 華航員工今年享有四點七個月 再加九萬元的年終 但子公司最高年終 只有二點四個月再加三萬 華夏更拿到最低的七萬 工會表示無法接受 自行推出工會版的年終獎金 對於工會的訴求華航還沒正面回應 代工不加班的做法最後影響到的可是旅客的權益 民視新聞周秉瑜桃園報導 市民周移瑜桅 官方秉瑜桃園報導 偶皿